为了让更多人看到台湾之美 中央大学的太空摇测中心 从2000年开始 把这个卫星拍摄的台湾空照图 做成了阅历 那么每一年呢 是根据这个台湾当年的重大事件 当成主题来制作 用阅历来记录台湾之美 翻开手上的阅历 里面的图片不是传统的水果 也不是美丽的林志玲 而是宝岛台湾的空照图 第一个它上面都已经完全都开发 所以基本上你看不到一个一个独立的都会 基本上都会都相连 右鸟看的角度呈现不同方向的台湾 这一张张阅历全都是用卫星拍摄的 印象超清晰 每一条河流都能看得很仔细 中央大学从2000年就开始制作这种卫星阅历 今年迈入第九年了 每年都用当年度台湾重大事件为主题 就是二年水荒严重 主题就是水的故乡 今年则把台湾分成 东北东南西南西北方向四个角度来呈现 我们的目的基本上呢要兼顾两个 第一个就是卫星影像的这个 让大家觉得台湾能感觉到台湾的美 第二个就要达到教育的目的 把每年的阅历保存下来 就能发现台湾土地的变迁 张教授说要用约历这种普及的方法 让大家认识美丽的台湾 追求黄鼠华桃源台湾报道